爸给你戳个难题 你会做干冰泡泡吗 小样的 又给爸爸戳难题了 您看好喽 煎给瓶子挫个小口 鸡管一端茬入 这个密封好 往上丢 这边就可以进行实验了 瓶子里面装少量水 放入干冰 拧紧瓶盖 烧杯里是肥皂水 看看能不能产生有趣的干冰泡泡 哎 他们神奇吗 哎 这玩意还挺好玩 哎 看看放在这个水中能不能飘着 哎 差一点 啊 又差一点 哎 这个好 锻炼身体 有很多力学院里 比如说 当我们翘脚 这就是一个省力杠杆 曲折 这就是一个肺力杠杆 那么如果我们勾拳 动作幅度越大 轮得越快 产生的力越大 做的东西越多 锻炼脚手越好 如果你想抛了 不防锻啊 锻炼千万条 安全 动作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下面我们开始锻炼 来吧 动起来 别放弃 此刻 我们战胜自己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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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大汗林里 冲个热水澡放水 这喷头 咋向前列腺去 滴滴达达的 这能拦住屋里老师吗 看我的 拿一个方便袋 倒上白醋 泡它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看个水流 会不会更顺畅呢 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把酥料汤拿下来 看看效果什么样 这水就是这个 嘎嘎的没劲 刚才不出水的孔 现在也出水了 行了 关了吧 我要洗澡了 你咋不问我干冰有啥做吗 你问不问我也要告诉你 干冰其实是固态的二化碳 它在常温下能迅速升华变成气体 升华要吸热 使空气的温度迅速的降低 空气中的水蒸气 就会迅速的液化成小水珠 从而形成大量的白物 就像这样 先女下饭了 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干冰最主要的还是制冷作用 你上次给我优了两个二三两的小螃蟹 里边竟然有二三斤的干冰 我用干冰给你演示一下它的制冷作用 一个空气盒 看什么看 放到这 你看这个铁盒 动的都酥酥酥的 都像素黄的 这回你明白了吗 就骑马这个动作 我就发现里边包含了很多物理知识 比如说有地的大小方向作用点 地的平衡 地的直上 杖板 钻手 以及做工程的 如果你要是这样做 这个脚做动作 底下的脚还是直撞的 那么你做的工会更多 你会这么累 有没有偷懒的方法 咱们也有 只做手的更多 夹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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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别人做这个脚 一家自己通过练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练习 有没有偷懒的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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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 走 我们把干冰放在一拉罐底部 看看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干冰开始震动就已经发出声音 你见过泡泡在空中飘着吗 我们直接吹个泡泡 吹到这个水槽里 泡泡在水槽里肯定会下落 我们在水槽里放上干冰 看看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现象呢 所以想 雾气招绕的 跟王母娘就攀到位置了 现在我们再往里边吹泡泡 气泡竟然飘下来了 爸呀 你说你上次那个电力小火车 还得缠线圈 这太麻烦了 咱就说 有没有啥招能当一把老六 让它又简单 又方便 豪大喊腰子 多大个身子 阿们明白 女和日 一次出开 电池 两端放上磁铁 看好了 走 哎呀往回走 哈哈哈哈 走 逛个角度来回再看一遍 啊 哈哈哈哈哈哈 鸡蛋黄是最有营养的 咋不吃呢 鸡蛋黄接听 我不认识蛋黄 哎呀马上去人家 哈哈哈哈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看下面视频 家宝宝不喜欢吃蛋黄 但是几乎所有的营养物质都在蛋黄里 就买了这个甩蛋神器 找一颗公鸡蛋放里面 轻松拉几下 把扯完的蛋放在水里煮熟就可以 打开一看全部变成宝宝喜欢吃的蛋器 我也买了一个鸡蛋器 虽然跟它这个不太一样 但是原理是一样 看来鸡蛋就是从这里了 原来是这样 放一个小鸡蛋 现在我们就转 看看有没有这种效果啊 转了大约四分钟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鸡蛋煮熟了 看这里边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三个鸡蛋都已经煮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扒开 丝毫没有什么变化 难道是我们 让它旋转的时间太短了吗 这个都已经快六分钟了 这回再煮上试试 好像是火壳的很均匀啊 我们发一开看这里边 哇 火壳的非常均匀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啊 哇 这回蛋清蛋黄一起吃 营养不浪费 还不约定 那它是原理是什么 怪性 理解力 震动 不过就是喝手拉太推进了 如果要有个电动的就更好了 儿子你也可以试试哦 儿子你见过不怕水的纸吗 怎么可能呢 没见过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普通的纸滴上水 拿起来看看 换张纸再第一次 看一下区别 看看这纸 咋地没咋地 再看看原来的纸 水已经浸透了 这个背面没咋地 水都成水珠 有点像荷叶上面的露珠 再拿个喷壶式 普通纸 看看经过我处理过的 嘴都躺下来没咋地 近距离观察一下 儿子你说神奇不 这有啥好神奇的 有本事你造件鱼衣啊 又给爸爸出难题 好 我就满足你 给你造一件鱼衣 这样能瞒住我吗 我在这块布上 你喷点防水和彩蛋 你造个鱼衣 干一球 明天 你是否到了我的梦 让我活在你床中 冷静一辉花满月 携爭 movin 就携着一立体 离 gard 取揚一排 即聪通线 静一辉花满月 防水 湿 不然快 不必在 olla